他是基於慈悲 他不忍這個賊死後的受大苦 而且這些被殺害的眾生 也遭受到一些無謂的傷害 所以才開這個殺戒 這是最典型的例子 但是在生魂城的界 他是不允許有這樣的 那界裡面一定會談到界法界體 界恨跟界相 界法當然就是佛陀明講 制定不可殺到淫妄等等的 這些行為的規範 禁界之法 如果你照這樣來修持 你就可以通達處理生死之道 這是一定的準則 你沒有空間可以讓你犯 也沒有機會讓你去動搖這個信念 但是這個界法 在你受界領受這個界法的時候 這個行者身心會發得界之體性 那個能夠出生眾恨這本 也就是你修行的基礎 菩薩重視他在開這吃飯裡面 他是個戒體 他這個戒體從未喪失 會長的經濟 花天 多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